马英九基金会邀请陆生来台交流 虽然行程已经结束了 但争议与波荡漾 陆委会拟定要对马办处分 副主委梁文杰更强调 不是学生个人问题 而是主办单位没有好好处理 让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消息沉不满 上午在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 兰委也反对交流戒严 向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 表示祝贺 马英九基金会邀请陆生来台交流 复旦大学女学生宋思尤 一句中国台北陆委会可能处罚马办 半年到五年不得再邀交流团 马办不满引爆双方战火 他也等于是警告所有其他民间团体 不得办民间的交流 事件延烧双方意见分歧 先前才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针对两岸交流争执不休 绿委沈柏阳再和蓝委罗志强隔空互告 马英九办公室呢 其实从很早以前呢 就一直在进行相类似协助 中国的统胀活动 其实要禁止早就应该要禁止了 我还认为陆委会动作太慢了一点 以卸任援手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不但认为这应该要禁止 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要修法 找借口拼交流戒严 今天要对两岸采取戒严的态度的话 我跟各位讲 陆委会直接裁除掉 你要吗干脆直接请沈柏阳 来当陆委会主委嘛 他直接就宣布 两岸不准交流啊 陆生来台依据中国台北 在挑起两岸敏感神经 原本善意的交流 演变成政治纷扰 至今余波荡漾 见日黄情 刘成为台北报导